在那个Android的证照考试里面 它会有类似像这样的题目 或者你们将来去 比如说将来在找工作 也许它会比试 比如说可能会出一个简单的题目给各位 就是说类似像这样子 请各位做出一个类似像这样 计算BMI的一个小APP 那里面的话需要做什么 男生女生 我想这个刚刚有用到 这叫Radio Button 外面需要一个Radio Group 一个Group 那里面Group里面有三个 你要删掉其中一个 然后把它改成很像的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填入那个身高 那身高的部分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M 比如说是假设我1 1点多 比如说这地方的话 我就给它一个比如说 这个 1点 比如说1.74 他这个题目 有时候会出公尺 不过后来好像改成公分 直接打公分 那体重的话 比如说就打一个70公斤 类似像这样 那输入完毕之后呢 我按一下计算 我会希望切到下一个 下一个 activity的另外一个画面 然后把最后的结果把它秀出来 那这边选男生女男生好了 ok按计算 然后呢 会出现一个结果 就是把什么呢 把画面呢 做出这样的结果 BMI的结果 把结果秀出来 他的BMI词 然后有个评语 并且有个回上一页 那假如说 你要各位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APP 你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一个简单的APP 那里面的话 就是会需要用到我们前面讲过的 Lulia Button 加这个 AdTest 这边注意哦 这个地方AdTest 这个只能输入什么 输入的数字 并且只能是 可以切输入小数点 那这个是数字 OK 按计算 类似像这样 我想各位等于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想想看怎么做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不是在同一个页面上面去显示 而是切到下一个页面 所以呢 我们目前开发的都是单一个页面 可是如果说你要两个页面 三个页面的话 在Android里面的话怎么做 这个部分我想后面我们还在讲 还蛮麻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页面 一个view呢 就需要一个activity 那如果说你要换下一个 你要再产生另外activity 而且呢 产生之后还要做一些什么呢 在Manifest里面还要做一个设定 里面设定也不能用 OK 这个后面我们还在讲 如果说